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开始学习新概念三册的第一课就是 Lesson 1 A Puma At Large 陶顿的美洲诗 首先我们把这个书的生词短语跟老师先看看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Now please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14 我们打开书到第十四页 我们先把生词短语跟老师大声朗读一遍 我说了哦 我在前面读 大家在屏幕前一定大声跟老师一起读 Now read out to me Puma Spot Evidence Accumulate Obligge Hunt Hunt Blackberry Blackberry Human being Human being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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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l Trail Print Print Clang Clang Con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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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how Somehow Disturb Disturb 好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这个书中有一些重点的词汇 咱们先仔细来看一看 先来看第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就是我们这个看出或者发现 跟老师先大声来读一下 Spot 好 这个词汇这个发音注意 这个字母O在英联邦国家一般发成O 半圆形的口语发成O O O 这么一个声音 所以英国人把它读成我们跟老师大声的叫 Sport Sport 但是美式英语一般就Lazy English 懒惰的英语 他们觉得这个撅嘴这个O很难受 怎么办呢 结果的O一般情况下一般来说在美式多变成A这个声音 所以美国人读成 咱们再来一遍 Spot Spot 多数的情况下这个O是变成A 咱们看几个例子 你看这几个单词在英识发音分别是stop Lot Hot 在美语中分别变成跟老师大声对变 Stop Lot Hot 发音有一个变化 但是大家记住并不是每一个的O在美语中都变了A 有一些单词本身变化非常小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你像这个老板这个词 在美国人也不能说He's my boss 那听不懂了 依然都说Boss Boss 口型类似 差不太多 你看这个狗也不能说It's my dog 老妹说dog是什么东西 听不懂了 It's my dog My dog 还是这个口型类似略大一点 但多数O 笨成A 这个发音我们先把它弄清楚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本文中这个重点词叫smart 但注意在本文中做动词 它最常见的词性其实应该是名词 做名词的意思表示斑点 就是大的一个点的东西 一个斑点 表示这个意思特别特别常用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 一个大红斑 A big red spot 这是一个大红斑 脸上有块大红斑 火星木星上有个大红斑 都可以这么用 再比如说咱看一个例子 这个做比喻了 咱们看怎么翻译 A spot on one's repetition 某人名声上出现了一个斑点 这个spot咱们翻译成污点好一些 就是这个人办了一个缺德事 名声受到了这个玷污 名声上一个污点 也能这么说 再比如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谚语 咱们看这个怎么翻译 A leopard won't change its spot 这个leopard 大家在这个狮子王动画片中可能见过 叫豹子 这个一个豹子怎么样 不会改变它身上的斑点 什么意思 豹子甭和怎么样 身上那个点变不了 就咱们常说的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或者翻译成狗改不了吃食 这个也行 就是不会改变它身上的斑点 这是表示斑点 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重点习语 就是什么呢 有点怎么怎么样 注意在spot后面叫off spot of something 表示有点怎么样 这个用在英联邦国家更多一些 雅思考试可能出现的多一些 像我们第三册第58课的题目 a spot of butter a spot of butter 就是一点小麻烦 这butter做名词就麻烦 一些让人困扰的一些东西 有点小麻烦 咱们看一个例子 you seem to be having a spot of butter with your car can I help 我说您看上去好像您车出了点毛病 我能不能给您帮个忙呢 a spot of butter have a spot of butter with your car 表示你的车出了一些麻烦 这个都是来自斑点 这个名词这个含义 可见特别重要 我们再多看一些重要的一些派生意 由斑点稍微派生意一下 就能派生出地点 斑点嘛 派生意一个地方一个地点 反正也是点呗 你看一个重要搭配叫做 一个旅游景点 我们读一下景点这个短语 搭上那边 cenic spot 再来一遍 cenic spot 旅游景点 我们知道这风景风光名词是 scenic是风景的风光的 咱们看一个在 协作中常用的这么一个句子 就描述中国这个景点遭破坏这个情况 我说 a great many of scenic spots are being spoiled by the ill-behaved tourists 我说现在呢 有很多很多这个风光旅游景点 怎么样呢 正在被那些品行不端的游客 被他们破坏 这个破坏用的是动词spoil s-p-o-i-l 它的过去分词形式 在后面再加个字母T 叫be spoiled 为什么呢 you behaved 叫品行不端的 正在被那些品行不好的游客 在被破坏 你看这个写作中 这个句子拿过来 咱们可以用了 这是表示旅游景点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固定搭配怎么翻译 the middle east is a hot spot 你发现这个搭配是押韵的 hot spot都是把啊 这个声音 什么意思呢 大家猜也能猜到 翻译成热点地区 中东地区是一个热点地区 大家都关注这个地方 经常闹纠纷 而且产石油 是个热点地区 叫hot spot 好 那么由这个地点 又会出现一个 在二侧三侧都出现过的 一个重点搭配 叫做 on the spot 什么意思呢 叫做在现场 或者到现场 因为spot不是地点的意思吗 在现场 或者到现场 咱们不妨呢 用它来写个句子 咱们多练一练 写个句子 我说什么呢 我说中文 在报警十分钟之后 一辆警车 就到达了现场 在报警十分钟之后 一辆警车 警车是police car 到达现场 arrive on the spot 就好了 但是这个报警 总十分钟之后 该怎么说 大家记住一句话 最好别自己瞎编 怎么能保证写的正确 说的正确呢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这个搭配 我没见过 我自己编的 很可能语法正确 但是却不地道 咱们人云亦云 跟着老外说 而且最可靠的 当然是咱们新概念语语 这经典教材 这世界经典 我们看一看 在五十页第九行 第十课中 出现一个类似结构 五十页的第九行 咱们看它怎么说 他说 出发以后四天 当泰泰尼克号 行驶在北大西洋 冰冷的海域上的时候 瞭望员突然间 发现了一座冰山 大家注意 这个set out 就动身出发的意思 你看出发之后四天 这个after呢 在这当戒指来用 出发之后 就after setting out 四天直接 把four days放到前面去 那我问大家 这个报警之后 十分钟怎么说 报警 咱可以叫call the police 在美国呢 也可以干脆用call 911 给911打电话就好了 十分钟放到前面去 该怎么说 我们自然就出来了 10 minutes after calling 911 a police car arrived on the spot 在报警之后十分钟 一辆警车就抵达了现场 这个句子咱们写下来 特别自信 腰杆特别的直 为什么呢 这个搭配咱们的经典教材 上见过 这是学习经典的好处 保证地道 而且写作速度可以增加 好 这是在现场到现场 但是把这看完之后 我们发现 在本文中呢 它并不是个名词 当动词来用 叫做在一群人或一群事物中 看见或者发现 这个意思 看见看到或发现 这也好理解 为什么呢 你说名词不是比较斑点点的意思吗 在一大堆事物中看到那一个点 不就是看到或发现吗 还是有斑点这个意思派生出来的 一大片茫茫的事物中发现了这么一个点 那么我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先看一道高考的阅读真题 还有这么一个句子 Dr. Mercy and Dr. Butler also spotted the first family of three planets Dr. Mercy博士和 Butler博士同样也发现了 由三个行星组成的一个行星家族 行星群 这个动词用的是spot 注意中毒边界双血T和我们家异地 这也好理解 茫茫的夜空之中 发现了一个小点 两个小点 这是用这个点表示发现 特别好理解 这是高考真题 我们再看一道突伏的阅读真题的片段 甭管什么考试 这用法是不变的 你看他这么说 Chickweb spotted her in an amateur competition when she was 16 Chickweb一个人名字不管了 就这个人发现了这个女孩子 在什么呢 在一次业余爱好者的比赛中 这个女孩子十年仅仅16岁 这个我们把后边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词读一下 amateur amateur 这是业余爱好者业余选手 你看在一大群人中发现了这个女孩子 是不是茫茫的事物中发现了一点 用这个词特别贴切 发现或者看到 咱们同样的在新概念体系中 这个动词也是频繁出现 除了第一课之外 咱们还刚才看过那个句子 就是五十页第九行的句子 咱们再看一看 前面看过了 出发以后四天 当泰特尼克号正行在北大乡冰冷的海域上的时候 注意一个巨大的冰山突然之间 被一个瞭望员所发现了 这个lookup表示 瞭望员注意看到发现用spot 这个用的被动 夜空之中 夜色之中 漆黑的夜空和深蓝色的大海上 发现了个小白点 这就是冰山那个尖 是不是又是很多书中发现的一点 用这个spot特别贴切 我们还有另外一课书中 比如说咱们看在第五十四页的第十四行 就是十一课里面 五十四页的第十四行 这句话这么说 He has spotted a tiny bottle at a bottom of my case And he pounced on it with delight 他在我的箱子底下 发现这个小不丁点的小瓶子 并且他非常高兴地 铺了上去 把这瓶子给摁住了 你看他在我的箱子底下 好多的衣物杂物中 发现了个小的香水瓶 很多事物中发现一点 还是用它 用的好 pounced on就恶虎扑式扑住 这个未来会讲 所以在很多事物中 看见或发现可以用它 那本文中呢 一篇课文中出现了好几个 看到发现 它要替换 我问大家看到发现 还能怎么说 我们先看一些跟它几乎 非常类似的一些词汇 本文中出现了这几个 see都知道 看见 find的发现 可以observe也行 observe这个词不但可以表示观察 什么注意 也可以表示看到 看见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看几个跟它类似的 容易混淆的 在生活中的重点词汇 比如说在第二课 咱们可以看见这么一个词 叫做认出来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recognize 再来一遍 recognize 叫认出来 我们记这个搭配 要不然咱不会用 什么搭配呢 认出来某人是谁 为什么记搭配 如果没有这搭配的话 你说认出来某人是谁 往往在后面加 recognize that 后面加兵玉从聚了 这就啰嗦了 直接加人之后 再加这次s 再加他的身份就好了 我们看一个例子 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看在十八页的第八行到第九行 十八页的第八行到第九行 在第二课咱们会讲到这个句子 它说什么呢 在手电筒的光线中 他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子 这个人他立刻认出了 不是别人 是我们当地的杂货商 比尔维尔金斯 有图说 recognize后面的避雨哪儿去了呢 我问大家recognize后面避雨哪儿去了 recognize避雨不就是前面这个关系带是 whom 这在剧中是不是做recognize避雨 后面再叫s认出来他是谁呢 比尔维尔金斯 这认出来某人是谁 注意再读一遍 recognize 好 在后面第三课中 我们又会出现一个跟他类似的词汇 叫做识别某人某物的身份 不但是看到 而且要识别他的身份 我们还是同样大声读一下 identify 再来一遍 identify 识别某人某物的身份 咱看一些例子 咱们人人都离不开ID card 俗称叫身份证 ID card stands for identity card identify就是identify的名词形式 表示身份 我们大声读一下 identity identity 识别身份 当然用unidentify就好了 我们还有现在一个叫不明飞行物UFO 咱们看怎么回事 UFO也是个abreviation 是个缩写 it stands for 表示什么呢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非常好理解 and even 是个否定的字头 后面是未被识别身份的 没有被识别身份的 飞行的物体 就是咱们说不明飞行物 UFO 你看识别身份 用identify这个重点词汇 这是第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我们这个spot 做名词 做动词 都是五星级的重点用法 不光要记住单词本身的意思 连搭配习语和其他词乎的便细 希望大家牢牢掌握住 这个词我们就看到这儿 我们下词 再次词我们下词